究竟移民這件事適不適合你? 不如聽Jo說一說吧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Jo 今次和大家分享有關移民的一些瑣碎事 這次我們的頻道出道以來大約有半年時間 我們在這裏講了很多生活點滴和不同方面的資訊 但也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當然我們現在講的主要是說移民 但再深入一點 其實也是要看回家庭 因為每個人的家庭的情況 對移民的需求不同 所以究竟是不是個個都適合移民呢? 那我自己覺得 中冠在這裏住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其實是有一些心得都想分享一下 給現在正在看的聽眾 觀眾 如果你們是在法國有這件事的話 那你也可能真的認真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究竟是否適合移民 其實最主要呢 我相信會是 第一 如果 如果 在香港 譬如說 生活 質素 已經是非常之好 我意思是說 可能是 家裏有 兩個或是異常工人 有司機 出入方便 有人打你的話 那 你需要不需要移民呢? 第一 第二 就是移民究竟適不適合你呢? 當然 當然你可以在這裏再請回工人姐姐 去幫你做事 但是呢 我看十居其久 所聽回來的資訊 和這裏的朋友聊天 都是 第一 錢不要說著 那個程序 和最後的結果 都不會是 如你所想 意思就是說 不會像香港那樣 那麼容易 而第一 不是太容易找到 這樣做 亦都是 在這個過程中 十個個案子 有十個案子 中間會有些資訊出現 而最後 是不愉快的收場 這件事我不想 迷惑大家 但是 這件事 也是一個 事實 似乎在這裏 至少在溫哥 你會聽到 其實都是差不多 所以這件事 就 已經是香港 已經叫做 不錯的生活 的朋友 其實來到這裏 你可不可以 做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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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清潔 這件事 就不會不同的 有些人 就沒有問題 很享受 有些人就很討厭 有人在香港 是不煮菜 家裏有工人 去處理好 那就可以了 所以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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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影響到你 會不會移民 因為其實 老實說 如果是因為這樣 來到才發覺是這樣的 而令大家不開心 其實也無謂 老實說 去到那些位置的 朋友們 基本上 都 香港 叫做OK的 其實 最主要是 傳給小朋友 讀書 讀書 或者各方面 其實都可以解決到問題 移民不是一個 解決所有事的一件事 所以這件事 第一 就要留意一下 第二 就是 我們現在看很多個案 包括 我 比較年輕的時候 第一次跟家人移民 現在再回來 再看一些個案 其實真的 如果你們可以 一家人過來 不是太空人的生活 這件事 對家庭成長 會是最好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譬如說 我小時候的情況 有很多 香港人 可能帶了小朋友 太太 過來這裡 那個 先生 就回到香港 叫做博殺 這樣 有的 很多 但是 其實也有很多 是 不開心的 不開心的 結束 其實 好像 有少少有違了 原本想移民的意思 而我這次回來 我也留意到 尤其是 一些 國內的 移民 會發覺很多 和那時候 九十年代 香港的情況 都很類似 可能 爸爸 長期 不在這邊 要在中國大陸 工作 或者怎樣 主要都是 媽媽和小朋友 在這裡 我沒有特地去和他們 訪問他 這件事 都是拜觀察所 我看到的 但是我相信 是類同的 這件事 其實 也要問問自己 也明白的 現實就是貴現實 但是 又這樣說 如果你來到這裡 想有一個 比較多的時間 和家人的時間 親子 和家庭的時間 其實 一起過來 是 一定是最好的解決 就是 對了 如果 真的 某一邊 都放不下 可能香港的 工作 或者各方面 那 真的要大家 好好地 聊一聊 究竟 第三 都要看回 本身 可能是 健康的狀態 雖然 大家都說 加拿大 那個 醫療很好 相對說 是北美 但 也都是 譬如說 我們之前的 一集數已經分享過 譬如說 找醫生 找家庭醫生 去看醫生 都不是說 一件 容易的事 尤其是 你剛剛下來的時候 所以 變成 譬如說 本身 可能 身體 不是說 需要 多點 注意的朋友 我會覺得 譬如說 現在香港 已經是 醫療的 很好的話 也都想想想 這邊 始終 也不是 最方便 而且 始終 他們的療法 都是以自然療法為主 譬如說 可能要 長期吃藥 來到這邊 究竟是怎樣 我不知道 因為 Touchwood 我們不是這樣 但 也要考慮一下 究竟 疑問這件事 是否適合 今集 就想分享一下 一些觀察 去給予一些 提示 以及大家再想想這一點 究竟 是否適合自己的 疑問 是一件大事 但也有其他出路 所以 大家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對 未Like我們的影片 請你們Like我們的影片 未Subscribe的 盡快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OK 我們會提供一些 不同的資訊 給大家 OK 那這次 暫時這樣 OK 拜拜